100. 第一財經日報10隻超跌股創反彈新高 2015年7月20日財富財商 A16河安河安市場近日會暖,上週五繼續企穩上揚 不過在上證指數仍未創此輪反彈新高的情況下 有近700隻股票上週五刷新了反彈的高點 根據第一財經財商 微信號Kashang02統計 這700隻股票中有10隻股票今年高點以來跌幅仍在60%以上 跌幅達到60%的股票反彈也比一般股票更猛烈 如信仰科技603703 最低點以來的反彈幅度已達71.3% 航新科技30424 SZ漲幅為65.98% 運達科技30440SZ漲幅55.92 而有趣的是這三隻股票均維持新股 並且上市日期也比較接近 聖漲科技和運達科技上市日期為今年4月23日 航新科技上市日期為4月22日 從最高點以來折價的幅度內看 這10隻股票中距離年內高點設價最高的則是 曲美股份603818 天擇信息30209 SZ跌幅分別達到64% 從行業板塊來看 10隻超跌股中有兩隻醫藥股 博製醫藥30萬0404 SZ 精華製藥002 349 SZ 一般而言醫藥股被視作較為穩健的投資標的 然而這兩隻醫藥股在5月份紛紛出現過爆炒 從而導致股價此後大幅跳水 其中博製醫藥市今年4月上市的新股 趕上了新股爆炒最熱門的時後 上市以後連續漲停一個多月 後於6月初見頂 股價從16.98元翻至200.78元 這波調整的最低價一度回到61.28元 截至上週五 該股票反彈至79.31元 回到10日均線上方 精華製藥雖然是一隻老股票 但它在2月中巡因重大資產重組停牌 5月底復牌後連續漲停 也於6月初結束階段性的暴漲 隨後仍來暴跌 股價回到了今年年初 在近期的反彈中 量能釋放頗為明顯 股價也已站穩10日均線 情強勢上攻太勢 由4月4日均線